新加坡鞭刑有多可怕 据说在穷凶极恶的犯人也扛不住溜鞭 听起来有点夸张 还有很多人反驳 不就是被抽屁股吗 谁小时候还没挨过揍呢 但亲爹亲妈下手和狱警下手可是两码事 况且用的鞭子也不同 新加坡鞭刑使用的鞭子是一种特质藤条 长1.2米粗1.27厘米 每次使用前都会提前一晚用清水浸泡 目的是增加鞭子的柔韧性 防止行刑的时候鞭子断裂 那犯人的体验感就大打折扣了 执行鞭刑的狱警也是精心挑选的 要么以前是搏击运动员 要么是退役特种兵 总之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身材极其魁梧 尽管自身条件优越 还是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 主要是练习如何挥舞鞭子 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在不把犯人打死的前提下 让犯人体会到最大的痛苦 据体验过鞭刑的人透露 一鞭子下去 臀部就会泛白 两鞭皮开肉绽 三鞭血肉模糊 第四鞭是什么感受倒是没人说 因为一般挨到第三鞭 人就已经休克了 新加坡鞭刑分为一鞭 三鞭六鞭和十二鞭 情节极其恶劣者 最高能判到24鞭 不过时至今日 也只有三名囚犯被判过24鞭 那么鞭刑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呢 据说没有人能在新加坡的鞭刑下 扛过六鞭 鞭刑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首先要将犯人绑在一个 类似高脚架的执行台上 身体呈90度弯曲 双手双脚均被绳索固定 并脱掉衣物 整个屁股暴露在空气中 紧接着 狱警会拿起被劲爆好的藤条 跟随技术官的口令 猛烈抽打囚犯的臀部 抽打时间 间隔时间为30秒 在这段时间内 犯人可以充分感受屁股上的疼痛 狱警也会观察囚犯的状态 判断是否要打下一边 俗话说熟能生巧 随着经验的积累 执行边形的狱警们 也摸索出了一些小技巧 比如要从上往下抽打 尽量避免在一个地方反复抽打 抽打时应该尽量用巧劲而非蛮力 掌握这些技巧 既能让犯人痛苦 又不会把犯人打成残废 不过有的时候 狱警也会看人下菜碟 比如遇上特别不服管教的犯人 狱警就会故意在一个地方反复抽打 看着犯人的屁股 皮开肉绽 或者把浸泡藤条的清水换成盐水 以此来增加犯人的痛苦 但无论如何 都很少有人能扛住三边 能一次性扛住六边的狠人 大约二十年才能出一个 说到这想必有人要问了 边刑的威力那么大 万一把人打死怎么办呢 新加坡边刑有多恐怖 一边臀部泛白 两边屁股开花 三边直接血肉模糊 多数人都扛不住三边 既然威力如此之大 那些被判六边十二边的囚犯怎么办 不会被打死吗 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 因为监狱想得非常周到 首先执行边刑的犯人 都是经过筛查的 只有18岁到50岁之间的健康男性 才能被执行边刑 女性老人皆被排除在外 监狱医生还会给犯人做全面体检 确定犯人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疾病 才会给安排边刑 那些承受不了边刑的犯人 早就被筛选掉了 其次执行边刑时 会有医生和专业医疗设备 全程监护 如果犯人的屁股开花太严重 边刑会暂时停止 犯人会被送到医护室救治 等到伤口完全愈合后 再接着打 据一位新加坡预警透露 他执行过的犯人中 大约90%的人都只能承受两到三别 如果被判得多 剩下的则会分期执行 而如果犯人在受刑时晕死过去了 边刑也会停止 屁股开花不严重的 会等犯人清醒后继续执行 屁股开花严重的就赞着 下次再打 对于监狱来说 这么做是为了保全犯人的性命 而对于犯人来说 无疑是将痛苦拉得更长了 难怪都说边刑可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